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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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鳴 今天我們要來裝的是 這個 牛角鏡 因為之前有人敲碗了說 想要看一下牛角鏡到底怎麼裝的 所以我們這個影片就來介紹說 牛角鏡或是端直鏡 要怎麼去裝它 第一個我們要拆下原廠的後照鏡 那方便講解 首先我們先把原廠的後照鏡鎖上去 那麼第一步我們就要來拆掉 這個原廠的鏡子 原廠的鏡子它長這個樣子 基本上這個地方它是算帳面鎖緊的 這個下面這個螺絲算是鎖下面鎖緊的 所以你只要轉下面的 其實就可以把它轉開來 那右邊呢 三頁的設計呢 它這個地方是反壓 什麼叫反壓呢 就是你今天如果是順時鐘鎖緊的話 它這個地方是逆時鐘才會鎖緊 所以先來拆這個 那拆這個呢 就直接用 我是用扳手 直接拆 把它逆時鐘拆 鬆一下 基本上它可以就這樣轉 把它轉出來就好 好 好 轉出來了 這個是正牙 那我們來看另外一邊 反壓 剛才是逆時鐘拆 那這個反壓的部分呢 我們就用順時鐘的方式去拆 順時鐘 是這個方向喔 順時鐘 一樣轉轉轉 把它轉出來 這是拆原廠鏡的方式 OK 你這邊會多了兩個孔 一個孔 兩個孔 然後你可以去買一些其他的螺絲 或是橡皮膝去把它修掉 那螺絲的話你可以去加裝 譬如像我這個有加裝 你就必須再去買一個螺絲 才能固定它 那這邊的話 你可以裝其他的東西 沒記錯的話它應該是M8 只是說你要找到正牙跟反牙兩種 那通常反牙呢 我之前在網路上看到的 反牙通常都賣比較貴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比較一下 去買到正牙跟反牙的兩種螺絲 然後把它鎖回去 好喔 剛剛本來想把它全部拆掉 結果發現它這個零件呢 它已經算是卡死在這個裡面了 就是算是一個膨脹螺絲的概念 它已經把它卡死了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大概講解一下 它是一個怎麼樣的一個概念好了 那首先呢 Frost的原廠手把呢 我個人覺得有點太短了 它可能再長一點 會比較好一些 我個人是覺得這樣子 相較我之前騎的那個4V漢獎 它沒有做到這麼短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做這麼短 第一步呢就是要把外面這個地方 你可以沿著這個線 就直接用美工刀把它切開來 就挖一圈 然後把它切開來 那這一塊就拿掉 那切開來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裡面 這個地方就是一個手把 那在油門的地方呢 它其實這個地方還有一個 塑膠的套筒 然後你可以拿破壞的工具去用電鑽 或者是什麼把它挖一個洞 挖一個洞之後呢 牛角鏡的零件呢 除了這個零件之外呢 它的組成會像下面這個樣子 一般來說 你如果去買一個牛角鏡的話 附件大概會是像這個樣子的 因為我買的是CNC的 它的側供它會比較有角度 個人會 我個人比較喜歡 它的質感會在高一階 那你如果是買那種鑄造的話 它這地方會比較圓潤的感覺 然後賞氣 現在只是以右邊 單邊來做說明 所以基本上你看到的都是X2 這個的話是它鏡子主體本身 那牛角 那這個螺絲的話是鎖鏡子跟牛角的 這個是鎖鏡子跟牛角 那這個的話是會裝在這邊的 那它必須使用一個 塑膠的電片 它組裝大概是這個樣子喔 先去把它裝起來 裝在裡面 然後呢 再去 裝在這上面 算是一個塑膠電片的概念 我現在只有一隻手 所以大家是將就的看 這個短螺絲 是連接牛角跟鏡子的 鏡子 鏡子這邊基本上是球形的關節 所以就把它鎖上去 鎖上去 大概會是像這個樣子 然後 這一個 這個螺絲呢 是負責讓牛角 這隻本人呢 鎖在這裡 好 讓它這個地方去 夾緊 這個關節 大概鎖一下 因為到時候可能上車還會調整 那這個最長的呢 就是去像這樣子穿過去 然後這邊是直接通往那個把手 它基本上是一個 我現在猜不下來 就剛剛我們提到的那個零件 它有點像膨脹螺絲的概念 你如果逼得越緊 它會蹦越大 就是會蹦在那個把手上面 所以其實也不能鎖過頭 它有可能會把那個把手把它弄斷裡 還有右邊呢 因為主要是油門的位置 那這個地方 不能離油門太近 因為它有可能會卡死 所以我們必須去留一段距離 在這個地方 大概留一個 個人覺得0.2 0.2、0.3公分 會比較好看 那我們就是直接上車囉 Let's go 剛才有把這個地方挖掉 我們第一個就是先把牛角鏡的這個零件呢 把它塞進去 那不用塞太裡面 因為我們等一下還要量這個油門的距離 那大概會留一點距離 要避免那個油門卡死 所以我們 這個零件呢 一開始的時候 並不用丟太裡面 放上去的時候 再慢慢調整就好 就這樣瞄準 我現在稍微轉一下 把它掛著好了 因為我只有一隻手 現在跟大家講的概念就好了 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去調整它的距離 OK 我目前大概是留像這個樣子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 因為這個地方還沒有鎖緊 所以它是會移動的 你只要把這個螺絲繃緊之後呢 它就可以牢牢的固定 所以 這個螺絲它是固定這個的 那這個的話你可以先把它鑽緊 它是固定這個的 我們現在先把這個螺絲鎖緊吧 然後我們再調整一下這個 抓一個你喜歡的角度 大概是像這個樣子吧 然後再把它鎖緊 OK 我現在要兩隻手操作 所以我們等一下見 OK 用這兩個螺絲去調整一下它的鬆緊度 然後 像右邊的 因為是油門的關係 大概會留一點距離 以免卡死 那左邊的話無所謂 你可以把它貼緊 可以把它貼緊 無所謂 然後調整一下你想要的角度 還是像這樣子 然後到時候在座上面的做調整 就OK囉 然後你就可以得到一組帥氣的牛角鏡 牛角鏡個人非常喜歡 讓整個海車的線條非常的簡潔 不會有那種小天線的感覺 牛角鏡在裝呢 也有一個重點 就是它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你必須去抓好 因為你在煞車的時候 你如果抓太低的話 你有可能會碰到煞車 所以你在裝的時候 要先測試一下 過得去過不去 左邊跟右邊都是一樣 這是一個重點 之前有人問到說 原廠鏡跟端子鏡的視野方面有什麼差距 說真的原廠鏡呢 它的視野是絕對是比較好的 你看你一個鏡子喔 鏡子今天擺離眼睛越近的話 你相對的那個折射的角度啊 你看到的地方就越多 那今天這個鏡子呢 離你越遠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視野已經變窄 所以今天一個鏡子 原廠鏡在上面 也離你比較近 那這個牛角鏡 端子鏡呢 在下面 離你比較遠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下那個視野差多少 實際上原廠的鏡子 它也比較寬一些 那這個 這組鏡子呢 它的面積也比較小 所以說真的 它的當然還是要考慮到它的那個 整個曲面的面積啦 我個人覺得 這組鏡子 跟原廠鏡比起來 大概是原廠的 我覺得大概是三分之二吧 那個視野的 看到的範圍大概是只有三分之二 Google關鍵字 牛角鏡 端子鏡 很多種 都可以去做選擇 OK 那我們今天就先這樣子吧 我是阿咪 我們下次見 掰掰